今天,28日,中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解散众议院,并于10月份提前举行大选。 日本现在的内阁,明明是8月才重组的。 不到两个月,安倍就搞了这么个大事情,不得不说,真是有着缜密的考虑。 时机 今天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安倍选择在这一天解散众议院,可谓用心良苦。 原先,安倍的反对者们是要在今天召开临时国会,对安倍政府提出质询的,主要针对的,就是森友、家继学员等丑闻。 在野党们决定抓住这个不放,甚至选战中予以追究。 这次被质疑的森友学员,其名誉校长是安倍的妻子。 今年年初,森友学员被曝用不当方式取得土地,而家继学员是由安倍的朋友经营,最近被曝出利用安倍影响力谋取私利。 这两个事件对安倍的支持率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年7月,安倍又填新麻烦,日本防卫省被揭发隐瞒自卫队南苏丹维和部队活动日志。 这一连连的打击,使得安倍内阁支持率一度跌至接近30%的危险水平,舆论更开始质疑安倍一人独大的情况能否持续。 不得及,安倍8月初改组内阁,换取支持率的部分回升。 因此,在野党们一旦在今天召开的临时国会上重新对这些事情进行质询,很可能会再度影响支持率。 所以安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解散众议院,让临时国会没有这个质询的机会,从而缓解党内压力。 当然这个时机,不得不说也是最近愈发紧张的半岛局势带来的。 朝鲜核问题一直被安倍政府利用并不断渲染,以增强恐慌换取民众对政府的依赖。 而近期朝鲜一系列的核试验,特别是试射导弹多次飞越日本领空,进一步加重了这一点。 安倍正好利用了这个时机,进一步渲染朝鲜核问题的潜在威胁,让其鹰派作风的他取得了更高的民众支持率。 根据9月份各大民调显示,随着内阁重组核潮核试验的进行,安倍内阁支持率显著回升,甚至已经达到了50%以上。 所以从时间节点上来看,这个时候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有利于安倍争取更多的选票。 其实,趁自己对执政党或内阁最为有利的时机而解散众议院,在日本历届首相们的惯用伎俩。 比如,发生在2005年最著名的邮政解散,就是时任日本首相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发起的。 当时小泉主张积极推进邮政民营化,但却遭到了自民党内部的抵制,小泉一怒之下宣布提前解散众议院。 重新大选之后,支持小泉的自民党候选人大获全胜,邮政民营化法案顺利实施。 实际上,在战后日本宪政史上,只有过一次是众议院四年任期期满而自行解散,其他大多数情况都是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由内阁总理大臣宣布而提前解散的。 选举 抓住机会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是安倍想要连任首相的重要一步,但能否实现,还要看之后的选举流程。 这点上,安倍也是准备良久。 首先是在自民党内为自己铺好路,2017年3月5日,自民党大会通过了党章修改决议案,对总裁的任期规定从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为三年,修改为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这样一来,安倍想要连任总裁乃至首相,就不必被这任期限制禁锢了。 于是,自民党在重新大选后稳定众议院的多数议席就尤为重要。 对安倍来说,这几位接下来连任自民党总裁增加法码,还会成功成为在位最长日本首相。 但目前的发展却不如计划中那么顺利。 上周末,日本共同社民调显示,自民党的支持率为27.7%,另外有高达42.2%的选民没有确定意向。 如此看来,自民党的挑战也随时可能出现。 例如,目前的候选人大热门小池百合子。 他今年5月才退出自民党并组建新党、希望党,并表明希望党将角逐众议院选举。 这个党在最近的东京选举中大获全胜,其领导的都民第一支会拿下了79个席位,而自民党只获得了23个席位。 在国会第二大党民进党的颓势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希望党无疑是一匹黑马。 这匹黑马即使不一定能成功获胜,也会对自民党的产生不少影响,毕竟小池百合子作为前自民党系统的政治家, 他的新党党势必将自民党议员的席位分流出去。 同时,就在安倍宣布大选决定前几小时,在野党内也成立了各新党,国政新党。 尽管该党与小池百合子没有官方上的联系,但预计会利用上他在东京及周边的政治资本,来争取更多席位。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出现,而另一方面自民党内部也传出不少不和谐的声音, 比如前首相钟曾根康红之孙钟曾根孝红已经表明不通过自民党推荐而单独竞选众议员。 再加之,本次众议院选举的议员总数较之前减少10个名额,从当前的475个席位缩减为465个, 自民党内部围绕候选人名额的博弈会更加突出。 这多少都与安倍本人以及自民党政治家被披露出多项丑闻相关, 这些丑闻的波纹到底要在选民心中回荡,依旧是存疑。 安倍以及自民党能否赢得这一重重挑战在选举中获胜, 还有一场场大战要打。 关键 要争取更多民众支持,有几个关键问题,是安倍必须要面对的。 首先当然是国家安全问题。 虽然朝鲜的核试验是此次众议院解散的最大噱头, 但对这个问题不能只是一味的渲染和造势, 必要要提出实在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为自己迎来支持。 作为右翼保守势力的安倍, 一定会对日本的防卫政策及多边外交政策有大的调整, 但这种调整对于遏制朝鲜对日本的核威胁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才是真正考验安倍的。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民生问题。 目前日本社会和经济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 例如高龄少子化,贫富差距过大, 内需不足, 巨额国债等, 安倍经济学虽然力图缓解, 但作用力不大, 面对本质性的深层次经济问题力量有限。 但这一系列问题又与老百姓切实相关, 因此在他新的一轮选举中, 必须要提出新的方案来争取选民。 还有一个较为敏感的就是修宪议题了。 过去安倍所领导的自民党非常重视选举策略, 在大选的时候往往会规避修宪等议题, 而是拿安倍经济学、TPP等议题来转移国内民众视线, 但是现在安倍拿安全议题开刀, 就很可能不断用防卫政策来触及民众神经, 那么就不可避免的就会触及修宪议题, 这对日本选民而言则不得不慎重考虑。 而这三个问题, 没有一个好解决。 未来。 总的说来, 安倍这次提前解散众议院的套路依旧, 但是内容新鲜。 朝核问题作为噱头也可以看出安倍在安全保障领域的野心。 然而, 虽然安倍这一局来势汹汹, 却很难直接跟除日本的顾忌, 而安全、民生和修宪三个重要问题也各个棘手。 自民党这次或许利用主动权占领了上风, 但看多了套路的日本选民, 其实都心知肚明, 无论哪个党上台, 都很难真正解决所有问题, 把日本带出困境。 但安倍毕竟是安倍, 从这次的临时解散众议院的事件中, 就能看出他利用机遇运筹帷幄的政治智慧, 这也是其长期连任, 甚至离开首相职位后还能顺利回归的重要条件。 安倍这次也是放下了狠话, 不成功连任就辞职。 如此势头之下, 这次看点或许就在于在野党是否给力, 能够制衡自民党的一家独大了。